肖委會早前對20本牛丸進行測試 發現13本樣本驗出豬和雞的基因 當中有8款驗出的牛基因比例 甚至比豬和雞少 難道平時我吃的只是牛肉味肉丸? 不接受 為什麼? 因為我是買牛丸 當然牛的成分要更多 在標籤是這麼算的, 是這樣選擇 我想是化學成分那些 如果太多, 我覺得也不適合 因為自己也有小朋友 所以會選一些健康的食物給小朋友 不選擇吃的其他品牌 測試發現有7款是100%純牛肉 有純牛肉製造牛丸的公司就說 下豬肉入牛丸是另有目的 我記得以前請過專業的廚師 找些豬肉做的牛丸給他試 他也試不出 味道是模仿得好似的 有人就認為下豬肉或雞肉 口感會比較好 我認為只是一半對一半不對 為什麼呢? 我們本身都是用100%牛肉做牛丸 但我們也可以控制到口感很好 如果用雞肉和豬肉 即是減低了肉類的組合變數 100%牛丸在市面少之有少 品質和味道並存並不簡單 我們這麼多年以來都是用牛的後腿肉來做 就是喜歡它肌肉夠和夠瘦 瘦就容易起膠很多 我們的零添加牛筋丸 就是純粹是用溫度控制 完全一些添加劑都不下降 所以你看到那個成分含量 是一個E number都沒有 我們就覺得是做到一個最天然 最健康的肉丸 讓我先試吃一下 是真舒適 而且它的牛丸是加了牛筋的 所以令整個口感都很彈